第260集 星要不能直接到达新波雪 必须从燕星系穿过去 我们也要先到古仙镇 从那里可以将我们传送过去 李强挠挠头 古仙镇也是传送镇吗 钱善勇点头道 没错 古仙镇一般设在太空中 没有定星盘是找不到的 你的定星盘里应该有 就是淡金色的小点 这一届的古仙镇并不多 李强好奇地将神石探进定星盘 果然在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淡淡的金色小点 在不停地闪烁 轩龙说道 要去新波雪 必须从这个传送镇走 大家跟着我 他浑身裹进星光里 一马当先向前飞去 众人立即跟进 李强身上的眼皱神甲 发出耀眼的金光 折服在他胸口的火晶 也发出一缕紫光 五人中除了李强 痴明身穿的神之战衣 也很古怪 他飞行的时候 全身笼罩着一层五彩星花 飞动之际 一条彩光拖在身后 就像一个坠落的允星 非常好看 李强自从使用的战魂刀 也就是神奇 九眼流后 飞行的速度提高得很快 即使螺天上千 也不一定比得过他 眨眼间 他就追到轩龙身边 钱善雍紧跟着靠了上来 赤鸣以仗都天神仗也快速追来 五人当中竟然是戴南风雨的速度最慢 大约飞行了十几个小时 古仙人设立的传送阵 终于出现在大家面前 修真者设立的传送阵 一般都在地面上 几乎都由平面构成 而古仙阵是在太空中 是一个巨大的圆形 是立体构成的 李强觉得古仙阵就像一个镂空的玉球 暗青色的球体 由大块的不知名的岩石构成 每一块巨石都是独自悬空 似乎和别的岩石没有什么联系 每一块岩石都有半个网球场那么大 形状怪异 上面刻满花纹 李强知道那是阵法约束的这些岩石 一层层的岩石圈构成了整个古仙阵 看上去非常特别 轩龙招到手飞向圆球的中心 李强紧随其后 一路飞行 李强发现这个古仙阵非常庞大 像一颗小允星般大小 轩龙飞行的线路是有规矩的 钱善雍悄悄传音 告诉李强道 紧跟木龙走错了就会被移除古仙阵 很快五人就来到了古仙阵的中央 李强好奇的东摸西看 问道 古仙阵用什么来启动 轩龙笑道 用仙灵之气还有特别的灵觉 你要学的话就看我的动作 他说完就掐动灵觉 钱善雍四处观察了一下 说道 这座古仙阵最近有人使用过 传送过不少次了 随着轩龙的灵觉放开 看似沉重的巨大岩石 开始移动起来 李强惊叹不已 如此巨大的古仙阵转动起来 的确是无比壮观 轩龙放完最后一组灵觉后 说道 大家都不要动 阵法转动 还有一会儿 很快就可以传送了 古仙阵传送的压力极大 要用仙甲和神甲护体 他主要是提醒李强和赤明 他们两个都是第一次经历古仙阵的传送 一股自内向外的距离涌起 可以看见大片的尘埃向外飞射 每一层巨石都环绕着中心动了起来 渐渐的一道道白光有里层的石圈亮起 紧接着延伸到外圈 四目的白光越来越亮 突然所有的巨石仿佛都变成了玻璃一样的透明雾 外面的太空景色清晰的显露出来 周围的景色陡然开始变换 李强觉得一股巨大的压力 挤上身来 顿时所有人身上都闪现出耀眼的金光 李强这时才明白 修真者是根本不可能使用古仙阵的 这股巨大的压力和撕扯力 能将修真者完全粉碎 没有仙甲神甲的保护 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也不知过了多久 周围的景色突然固定下来 他们出现在另一个古仙阵中 若不是周围的景色不同 李强还以为从来都没有移动过 他问道 这是另外的一个古仙阵 钱善雍点头道 没错 古仙阵都是超长距离的传送 假如没有这个传送阵 到新波去就更加困难了 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这里几乎没有修真者 只有少数隐居的古仙人 他们才是真正厉害的家伙 李强跑的地方越多 心里的疑惑越大 他问道 这一界有多大 你们都了解吗 此话一出连世明都笑了 钱善雍说道 这一界有多大 没有人知道 这一界是最大的 根本就找不到尽头 你问这个干什么 志明笑道 即使是黑魔界 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过尽头 而现在这一界是最大的 大哥 你不会想到天际能去玩玩吧 李强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我只是好奇罢了 对了 老钱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将神识探紧定星盘 发现已经穿过了艳星系 这里是一处陌生的地方 而且定星盘里的记录 明显少了很多 轩龙见李强查看定星盘 伸手向他要过来 随手将自己的定星盘取下 微微闭目 然后又将定星盘还给李强 说道 老弟 你再看 李强用神识查看 惊喜地发现 这一代多出了许多星域 他知道这是轩龙帮助修炼进去的新内容 不禁连声道谢 有了这个地方的星图 至少不会迷路了 李强最怕的就是迷失在茫茫宇宙里 那就像是在沙漠里 要从伊丽莎的位置 寻找另伊丽莎的位置 真是希望渺茫 轩龙说道 我们现在飞往潭勺兴 途中要小心一点 这里有一条很大的熏风带 比较麻烦 我这里有一些星沙 大家一起修炼一下 散失的时候 可以帮助找到人 他取出几十粒 已经修炼好的星沙 每人给了九粒 星沙每粒都有雀卵大小 散发着蓝色的光韵 李强也有这样的东西 那还是从林明星回来的途中 在允星带收集修炼的 星沙是一种炼器的材料 轩龙所说的修炼 是让大家各自刻入特定的阵法 一旦发出星沙 别人就能顺着星沙的来路 寻找到失散的人 这是一种最简单有效的找人方法 星沙的修炼方法很简单 不一会儿大家都修炼完毕 互相交换后再次修炼 每人都修炼了五次 这样不管是谁将星沙发出 其他四人立即就能找到他 寻风带是他们必须要过的一关 李强见识过训飞流 寻风带他曾经远远的看见过 那是到唤星神镇的时候 途中经过 这一次的寻风带完全不同 整个星空仿佛被寻风带隔成了两半 上下左右完全看不到边 寻风是先人的说法 李强不知道寻风是什么玩意儿构成的 但是知道那玩意儿一定很厉害 就像训飞流一样 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钱善庸 宣龙和戴南风雨 对寻风带似乎有点惧怕 他们很认真的看着眼前的奇观 寻风带看上去就像一匹半透明的塑料布 背景的星光隐隐透过来 不知道寻风从何而起 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 有意思的是 寻风带固定在一定的空间里流动 一点都不影响外面的空间 至少李强没有感觉到 有寻风袭来 钱善庸探道 这条寻风带是我见到的最大的一个 绕都绕不过去呀 必须闯过去 要是我没有得到天神之怒 恐怕过这条寻风带就要累死人的 宣龙眉毛一条 他没想到天神之怒竟然落到钱善庸手中 李强想到一个问题 他问道 宣龙老哥 当初从心波雀逃出来的时候 有那么多阻挡 心波雀和风原星的距离又那么远 你怎么能逃掉的 宣龙苦笑道 我有光辉星要吗 不然哪里能逃掉 钱善庸双臂一阵 一颗巨大的光球出现在他身前 赤明怪叫道 老钱厉害了 这么快就能熟练运用神器了 钱善庸大喝一声道 去 光球在他身前稍稍一顿 随即快如流星一般 冲进寻风带里 众人不约而同的紧张起来 李强不但催动眼昼神甲的防护 还将九眼流化作一抹金光 护在深周 只见光球没入寻风带后 立即消失无踪 根本看不出来有东西曾经进入过 钱善庸大叫道 大家请跟着我 千万别散开了 掉在熏风带里会很麻烦呢 他猛地打出一道金光 熏风带仿佛起了呼应 熏风的表面一圈圈的荡漾开来 熏风表面犹如沸腾的开水 泛起无数巨大的气泡 当气泡越来越多的时候 钱善庸犹如一颗金色的流星 突然向熏风表面飞去 李强等人看见钱善庸飞去 立即紧紧跟上 熏风的表面猛然炸开来 李强紧紧跟随了钱善庸 他对这种自然之力是最畏惧的 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对不会去惹什么熏风带 有钱善庸在前面开路 他只要跟紧就行了 李强回头看去 只见戴南风玉和赤明紧跟着自己 轩龙在最后压阵 大家都非常谨慎地跟着飞 连赤明也不敢嚣张了 熏风犹如火山爆发般冲击开来 刹那间巨大的冲力扑向五人 钱善庸身前出现一个巨大的尖锥形金光 那是他发出的天神之怒的虚影 李强灵巧地飞在他身后不到一米处 五人串联起来 就像一只锋利的剑狠狠地扎进熏风里 原本平静的熏风带被五人搅动了 半透明的熏风陡然变成深蓝色的激流 五人凭借着钱善庸的天神之怒 在熏风里艰难地移动 相对而言 熏龙的压力最大 他没有神器可以依仗 完全凭着身后的功力支撑 李强的压力最轻 他仅靠着钱善庸 绝大部分的压力都在钱善庸身上 五人已经深入进去 周围的熏风发出极其恐怖的震音 无数的气泡在深周破裂 发出的巨大震荡 使五人急剧摇摆 就像是在狂暴的海面上 被巨浪一波波地不断冲击 天神之怒发出耀眼的金光 将震波排斥开来 钱善庸使用神器的手法非常精确 一点都不浪费 分寸把握地让李强赞叹不已 突然赤鸣传引导 轩龙好像要顶不住了 大哥要帮他吗 李强扭头回望 果然见轩龙显得有些狼狈 他忙传引给轩龙 老哥 加快速度赶上来 我来换你 他又传引给轩鸣导 帮轩龙老哥抵挡一下 我就来 他的身形陡然慢下来 戴南风雨疑惑地看了李强一眼 加快速度 补上了李强的位置 要知道 五人是串联在一起的 一旦其中一个脱节 马上就会连累到后面的人 戴南风雨 激敏地补上李强的空位 这才没有出现大问题 痴明的都天神杖 向后一甩 几圈彩色星花向后打去 越过轩龙 撞在后面 涌来的熏风上 前善雍暗暗叫苦 他分神传引导 你们不想活了 这里不能乱动 大家快连在一起 可是 他发觉的太迟了 熏风犹如暴怒的巨人 七八个巨大的气泡 陡然炸开 李强恰好落在外面 九眼流的金光 只来得及裹住身体 他就被甩进熏风里 可怕的是 竟然没有人注意到 他落进熏风里 李强眼睁睁地看着 钱善雍带着三人 消失在熏风中 自己 犹如急流中的一片树叶 身不由己地翻滚跌宕 好不容易催动九眼流 稳住身形 他真是欲哭无泪 这地方是无法辨识方向的 一旦搞错了冲击的位置 陷死在熏风带里 也是很正常的 熏风是很奇特的物质 不去触动它 就什么事也没有 一旦搅动它 发出的威力 实在是很恐怖 李强感觉周围的压力奇大 而且剧烈的震颤 让人无法停住身形 只能不断地向前冲 四周的蓝色 泛出森然的冷意 颜色从深蓝变换成浅蓝 不时泛起丝丝荧光 李强幸亏有眼皱神甲 和九眼流 否则他在熏风里 就寸步难行了 凭借着神气的威力 李强艰难地向前方飞去 但是他也不知道 自己飞行的方向对不对 飞了一会儿 李强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他也不敢停下来 一咬牙扔出一粒星沙 只见一道蓝光闪过 星沙化作一根齿长的细针 飞快地向左上方穿去 李强心里大喜 知道前善雍他们 应该是在那个方向 他毫不犹豫地飞了过去 熏风的颜色更深了 四周也暗了下来 李强身上的眼皱神甲 也起了变化 甲面上 隐隐可见的咒语花纹 越来越鲜亮 在甲面上 快速地流动 熏风的巨大压力 迫使眼皱神甲 产生自动抗衡的力量 九眼流似乎对这些流动的咒语 起了反应 两者相互配合 李强猛然觉得浑身都轻松了 一片片咒语化作淡淡的金光 暴涨出去 抵挡住熏风带来的无比压力 九眼流在身前化作一道尖利的金芒 破开熏风的阻挡 李强心里暗暗惊喜 没想到眼皱神甲是如此神奇 他顿时觉得熏风没有那么可怕了 这才定下心神寻找钱善雍他们 又飞了一段路途 熏风震荡的更加厉害 李强开始着急了 虽然有神器神甲的保护 但是长时间找不到钱善雍他们 他感到很不安 若是被困在熏风里出不来 那就麻烦了 李强运功双眼 两道金光陡然射出 一拳扫射下来 李强心里更惊 他完全看不透熏风 而且他发现 熏风里有奇怪的影子在游动 就像活物一般 他敢肯定那不是钱善雍他们 熏风里有活物 让李强感到很震惊 他知道 能存活在熏风里的玩意儿 一定不好惹 他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小心了 随着认知的增多 对于不知名的恐惧也跟着增加了 完全不像刚出道的时候 对什么都不在话下 很少有让他真正感到害怕的东西 李强小心地躲开活动的虚影 不断提醒自己 好奇心会害死人的 咱不看那玩意儿 不看 他就这么嘀咕着 继续绕行 不一会儿 他发现 自己又一次迷路了 李强四处张望 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 即使是在寻找正确的方向 他还是不能停下来 必须不断地向前看 这让他感到非常头痛 他盘算了一下 兴杀在熏风里的作用不大 因为在熏风里不能停留 必须不停地移动 发出兴杀后 自己的实际位置已经改变了 所以兴杀没有用 身处熏风里 周围除了蓝色流动的熏风外 就是膨胀的气泡 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参照物 李强心里苦笑 在进入熏风带前 自己应该先询问钱善雍 如何辨识方向的 现在只能依靠自己 只能靠猜测前进 渐渐地 李强发觉 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熏风里 和刚才的地方有所不同 这里似乎更暗了 刚才的感觉像是在河里 现在的感觉 则像是下到了大海里 长时间在熏风里挣扎 李强颇有收获 九眼流运用得越来越熟练 他逐渐掌握了精准控制尽力的方法 在熏风里 绝大部分的修真法宝都无法使用 能用的只有仙气和神气 仙气的威力受到熏风的影响 很难发挥到最强 只有神气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作用 李强一时间找不到出路 无奈中发现在熏风里 是学习操纵九眼流的好地方 他一边向前探索 一边乘机练习九眼流的控制方法 九眼流越用越熟练 李强很快在熏风里来去自由了 熏风的压力基本上被他摆脱 只是还没有找到出去的方向 突然 李强察觉自己闯入一群游动的生物中 那是一群很古怪的生物 李强也不知道是什么 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他们细长的身子 像一根根绳索 身上闪着淡青色的灵光 李强闯进去后 那群奇怪的生物立即围笼上来 刚一接触到九眼流就被绞得粉碎 神气的威力绝不是这些生物所能抵御的 仿佛是受到了惊吓 那些绳索一样的生物陡然散开 李强心里嘀咕 这玩意儿就像一条条蛇 他看见碎成树段的怪蛇身上流出一丝丝银线 迅速消散在熏风里 心想 那应该是怪蛇的血液吧 不时的有怪蛇撞上九眼流的金芒 立即被撕裂开来 李强心里奇怪 这些怪蛇真是很笨 死了这么多条还往上撞 他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熏风里有无数银丝闪动 那是怪蛇流下的血液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 李强心里涌起振振不安 那是一种直觉 他察觉有地方不对劲 只是一时找不到原因 突然 李强觉得身后一股巨大的推力涌上来 他扭头看去 一只银色的怪物从后面追了上来 他第一眼的感觉 这玩意儿不太大 似乎有很多触角 身上有无数细小花纹亮银色的背 看不出头在哪里 那只银色的怪兽 很显然是被怪蛇的血吸引来的 由于不能停下来 李强只能不住地盘旋 周围的熏风被搅动起来 压力陡然变大 随着怪兽的到来 环绕在身体周围的怪蛇迅速退走 眨眼间便无影无踪了 听众朋友